9点再开始 已经有人上来了 然后我把它开我的萤幕共享 共享萤幕 第一个萤幕 共享 现在看到萤幕吧 这个部落格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加载部落格 那里面有个关于流奶爸这一篇 我大概介绍一下 他这第1个图嘛 流奶爸的外号由来 就是因为我在2003年创业的第1年 刚好我的小孩出生的那一年 我就出来创业就离职就对了 没有在上班了 那这个就是我当初的 情况 就是 在电脑前面操作 然后 我太太如果在忙的时候我就帮忙照顾小孩 然后有时候喂奶奶 有时候接手机电话 有时候在 那个时候MSN的年代 所以我在电脑上回MSN 或者是到2005年之后呢 有那个Skype Skype出来之后 我用Skype跟客户讲话 所以手忙脚乱的样子 后来就写了这个部落格 我就把这部落格取名为 流奶爸的网络创业 十一日记 当初的主要目的是想要去记录小孩子成长的一些过程 还有我当初创业的一些 一些故事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流奶爸的网络创业故事集 有没有 这个红色的 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蛮精彩的 我写60集的 网络创业 从无到有的那60集 蛮精彩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很好笑中间的过程 那我主要提供服务就是 网络行为懒人包 之前就是1.0 然后现在就是2.0 1.0 我是用Webri驾站 很简单的方法 那2.0呢 比较难一点就是用Wordpress去驾站 但是它最大好处是 因为它很难 它一开始是简单的 可是它往下延伸的很多内容是很难的 比如说很多外挂 或者是你要去知道一些 Skype资料库 还有这个网络程式 你不需要写程式 但是你要懂架构 那将来你在维护网站的时候 比较不会因为遇到一些状况 当掉或骇客入侵 结果导致你网站毁掉 所以它就比较深一点 这个是我在2015年12月16日 我出了一本 红色的这本书 就是用数位去网络行销赚更多 然后现在已经绝版了 可以在拍卖可以找到 那第二本书是在2016年的时候 网络行销懒人包 这本蓝色的 然后有获得TPBS来采访的机会 然后在今年10月 我又有在华视频道有播出 网络行销的一些入门课程 你们到我这个部落格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 你们只要搜寻流奶爸 网络创业日记 就会找到这个部落格 然后右边这边有一个关于流奶爸 点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这个图点下去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华视帮我录的 这些网络行销的一些入门的内容 如果你们对网络行销概念 比较没有 比较缺乏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录了16集 16集 一集大概不到10分钟 所以很快就可以看完了 这个就是TVBS来采访的当天的状况 然后呢 我的流奶爸三个字呢 有去注册大陆跟台湾的这三个字 所以如果有人用这三个字 在我的相关的行业的话 麻烦告诉我 我可以去请他不要使用 那这个主要是保护自己 大家要有一个观念 去注册商标 并不是为了要去告别人 不是 是怕别人来告我们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假设我今天用流奶爸用很久了 结果有人突然跟我讲说 我不能用 可是我最早用的啊 那我不能用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说 他把流奶爸三个字注册走了 那我不是很倒霉吗 所以要有这个观念 就是我要用这个名字 我就要赶快去把它注册下来 免得以后呢 诸作权变成别人的 你反而不能用 有很多歌手就遇到这种状况 或者是很多创作家 都遇到这种状况 所以记得要先去注册 不要被经纪公司把你注册走了 据我知道有很多歌手 很多创作家 当初就是因为这样产生很多纠纷 然后再来是 去长庚演讲啊 员邦集团演讲啊 还有台大去演讲过 去上一些网络行销课程 或卫福部的一些演讲课程 还有福人社 飞碟电台 然后看杂志的专栏 还有中国生产力中心 或职业发展中心 中华流行网 没事来哈拉 吴若全大哥邀请我去分享 网络创业的一些过程 然后我之前呢 在2003年到2010年之间呢 我都是在卖伺服器 就是网络伺服器 专门用来架网站 专门用来收发电子邮件伺服器 这是当初销售的 你说空家机关上市上规公司 他一些比较著名的企业 好 那大概就这些经历啦 就大概知道一下 好 那这个部分我就 简单介绍到这边 大概了解我的 个人的一些状况 所以2003年开始创业 网络创业到现在 这个课程缘起 就是这个2.0的课程缘起 主要是因为 我的小孩已经上了高中 然后明年就要考大学 那我问他说你喜欢什么东西 有没有什么兴趣 他跟我讲 没有 不知道将来到底要做什么 那我跟他讲 讲说 不管你将来做什么 你现在还不知道 没关系 没关系应该怎么办呢 我会鼓励你去 学会怎么样行销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以后不管你要求职 创业 你都一定要去行销 自己的专长 服务 你的优势是什么 你的特色是什么 然后你必须透过 网络的自媒体 来训练你的表达力 训练你的表达力 不是人跟人之间 见面的那种表达力 我讲的是 训练你在网络上的表达力 比如说我们在直播 我没有看到你们 可是我还是必须要讲 我要表达东西 或者是我透过影片的方式 或透过文字书写方式 或透过我架设网站 图文的方式 来训练你的表达力 那这个是这个时代 一定要具备的能力 所以我告诉我儿子说 你现在不晓得你将来要做什么 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先学会 行销自己去利用这些工具 去行销你自己 训练你的表达 那么假设你在将来去工作的时候 你还是不晓得自己喜欢什么 至少你可以去接案 你学会这些东西之后 你可以去帮人家架设网站 帮人家行销商品 帮人家销售他们的课程 或是帮人家去剪辑影片 或是拍摄或是做网页设计 那这些工作市场有很大的需求 几乎所有各行割业 想要去行销商品的公司 一定有这类需求 包含个人创业 一定有这些需求 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 至少你先把这个能力养成 如果将来你找到了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就把这些能力 用在你自己的身上 这个是我当初跟他讲说 那你在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 你那个暑假两个月 还没上大学之前 我不管你考好考不好 你就一定要把我目前做的这个课程 我打算花大概一年的时间 把这些课程初级中级高级全部都做完 然后让他在这两个月的时间 大量密集的让他把这些课程看完 然后为他将来自己做好准备 这课程是我想要给我儿子18岁的毕业礼物 就是谋生的技能 谋生的技能 右边这个是大家四岁的时候 左边是他最近我们出去玩的照片 那我在2.0课程的安排 我分为初中高级 那初级的课程就是一页四的网站架构 加上简易的开课平台 还有一些opress的基本知识 这个一定要懂 等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 我们就主要是讲初级的课程主要讲什么 那中级的课程就是架设一个很专业的线上开课的平台 让你可以去制作你自己的影片 我们也会教影片制作的方法 然后放在你自己的这个开课的平台里面 自己开课 你不需要把课程放在别人的平台 不用你就自己架设自己的平台 因为别人的平台不可靠 一来不可靠 二来被抽拥 我最近看到那个圣洁时的那个新闻说 Web Asia 就是他们的那个YouTube的经济公司 欠钱不给他们 还欠他五六十万 你看衣服在别人底下就是会有这些风险 那所以我比较主张就是 我们自己学会去架一个网站 自己去架一个平台 不要被别人掐着脖子的感觉 然后再教你怎么样去制作一个联盟行销系统 就是说你将来这个课程 如果有你的学生想要帮你卖 那你有了这个联盟行销系统 他们就可以帮你卖 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ID 他们可以进到后台去看他们自己推广多少人 有多少人点击 卖出了多少份 他们都看得到 所以终极课程就是 线上开个平台 教你怎么制作一个专业的课程平台 加上影片制作 再加上联盟行销系统 高级的课程呢 就会用Wordpress去整合一些 社群行销工具 比如说脸书的广告 怎么去整合到Wordpress里面去 或是Google或GTM Google的一些像素等等 比较复杂的一些行销工具 跟社群一些整合 我们会放在第三高级 可是这个在明年春天之后的事情 目前这边是高级 然后中间是中级 右边是初级 都会搭配一个共用课程 下面这个是共用课程 共用课程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买初级高级中级 都可以看这个共用课程 哪些叫做共用课程 比如说网站的一些备份跟还原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并不会强迫说 你一定要买初级 你要买中级就一定要买初级 你要买高级就一定要买中级 要买初级 没有强迫 因为这三个 每一个人程度不一样 有的人他可以直接跳高级 或者是直接跳中级 不需要初级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共用课程 就是不管你买高级 或中级或初级 都一定会有这个共用课程 可以看 再来就是有很多人是看到这一页 去注册今天的直播课程 对不对 那我们会教你怎么样制作这一页 很快 很快 范本很快 就一页式网站的范本 那我们有几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取代一页式的平台租用 Clickfunnels有听过 看过别人使用的同学 Clickfunnels呢 大家都知道他贵不贵 你觉得他贵的 你打个贵 贵 那事实上呢 我个人觉得他是贵的 就是每个月 最便宜的要97块美金 哇 等于是一个月就3000块 一年就3万多块 3万6 最便宜的哦 可是最便宜的功能通常不符合需求啦 大部分都买中级 可是你看中级297块美金 相当一个月9000块 我觉得刚开始创业 即便我已经创业这么久了 我都不想要花这么多钱在一个平台上面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平台 一旦你没有付租金 就怎么样 就不能用啦 一旦没有付租金就不能用了 等于是你架设的网站 你架设的网页在这个平台上面 一旦你没有付租金 这个网页从下个月开始 就客户就看不见这个网页了 所以它迫使你怎么样 刚刚讲的 你的脖子又被架在人家的岛上 人为岛属 我为鱼肉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就是 取代这个系统平台 所以我们找外挂来取代它 今天就要来讲这个外挂 目标二 我们去取代线上开课 租用平台 Teachable Teachable是一个专门让人家 上架线上课程的平台 这个平台呢 最大好处就是 你不用自己加网站 你只要去租个账号 然后把你的教材上传上去 你就可以对外公告 说你的课程在这边 让大家去这边注册 然后它会帮你收钱 用PayPal帮你收钱 PayPal很贵嘛 很贵啊 PayPal的手续费很贵嘛 4.4%起跳 等于是它帮你收完之后呢 你再去PayPal那边去 用玉山领回来呢 你又被扣掉几% 扣一扣超过5% 然后呢 最便宜的29块美金 29块的方案呢 它还要在每笔 再给你扣5%的 transaction fees 交易费 每一个客户成交之后 它本身扣你5% 再加上PayPal 至少扣你4.4到5%嘛 你一个课程出去 你就 一笔订单就被扣到10% 就被扣到10% 再加上它每个月29块美金 所以每年等于将近1万块台币 光是用最便宜的版本哦 那大部分人不想被扣5% 他们就用99块 等于是一个月要3000块 一年呢 它又要3600 它跟Clickfunnels加起来 是不是一年就要将近7万块 我们帮你省掉这7万块好不好 每年都要付耶 万一没有付会有什么状况 万一你没有付 你明年的课程 假设你卖了100个学生 然后明年你没有付 100个学生说 老师课程怎么不见了 因为你没有付租金嘛 那是不是 你又被刀子架脖子上 我又一定要付这个租金 每年就光是这个平台 我要付3万多块 每年哦 10年就30几万哦 把它取代掉 取代掉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 把国外大事在用这些方法 然后利用Opress 很多外挂 去实现这个功能 第一个 降低你的创业成本 尤其是刚开始创业的同学 一开始你就要一年花个7万块 每年都花7万块 我这个负担蛮重的 万一没有成功呢 万一我努力了两年三年 还是没有成功呢 哇 一年7万 三年21万 第二个 自己掌控平台 不要受制于人 这是我一直在强调 不要受制于人 好 第四个目标 我们透过专业来结案 这个肺炎的疫情影响全球 到目前没有终止日 所以未来再加工 工作这个已经变成常态了 第二个呢 全球阶段它没有地区限制 没有地区限制 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驾站的技能又可以无限的延伸 因为Opress它有太多外挂 可以无限的延伸 技术很深 可以学很多东西 第三个就是 Opress它近几年来的进步 神速 大者很大的关系 它的资源度越来越高 譬如说现在台湾的蓝星 绿界跟其他的金流公司 几乎都有提供金流创接的程式 给Opress使用 以前我们是必须要请工程师去架 去写程式 然后去串接这个Opress 跟台湾的金流公司 现在不用 就是这些金流公司 因为Opress够大 所以金流公司呢 我拜托你 我们直接写好给你用 你直接去安装在Opress里面 用外挂装去 就资源了 就串接成功了 什么叫串接 串接就是说 Opress里面的购物车 只要你新增这个商品 然后这个商品在结账的时候 它就自动串到 譬如说这个商品是1万块 你点下一步结账的时候 它就直接串到蓝星或是绿界 那边的那个勾系统 就会跳出1万块的产品 然后你下单之后 钱就会先进绿界 或者是进蓝星 那你在蓝星那边的钱 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提顶到你自己的银行 这个就是串接 串接到第三方支付的这些金流公司 非常的方便 第四个不用写程式 就能够架设专业的网站 这是我们的目标 第五个 了解网站备份还原工作 掌控度百分百 不再受制于别人的平台 那为什么要用Opress呢 第一个 我为了要培训自己的小孩 我不能够跳太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 Linebar 1.0 我们讲的Weblin 它真的蛮简单的 你要快速驾站 用那个是太容易 一天就可以这样好了 可是它的延伸度就不够 就是它之后的功能延展性就不够 限制很多 那我也不能够教它太难的 比如说写程式 PHP 这个是架网站用的 像Wordpress就是用PHP程式写的 我也不会啊 因为写程式真的是蛮复杂的事情 因为我们主要是想做生意 不是想要学写程式 我们只是借力实力嘛 所以Wordpress 它的难度适中 刚刚好 你不用写程式 但是呢 你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技术能力 你才比较容易能够上手 而且它弹性非常的大 不管是简单的网站 或复杂功能的网站 大部分都可以用Wordpress来完成 第二个呢 就是全球资源非常的多 可以找到免费的解决方案很多 它通用性很高 所以你要找到一些 真的会写程式的高手 来撰写一些外挂功能 也比较好找 以后你才不会变成孤儿啦 有很多孤儿网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请网页公司设计 然后网页公司后来不理你了 或者是倒掉了 那你这个网站就废了 因为你也找不到人家帮你接手 所有的程式设计师 都不喜欢去接手 上一任的人写的程式 因为他从头看 他不如自己写比较快 所以Wordpress它是一个 全世界工程师都已经知道的软体 他们要去写外挂 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就变成简单 第三个功能可以无限延伸 所以未来的学习和发展的路 可以走得更长远 所以为什么我想要教我儿子 我自己的小孩 去把Wordpress学好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今天的课程大纲 在初级课程里面呢 我们要把原理讲清楚 你要先搞懂 DNS跟虚拟主机的关系 比如说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买一个网运名称 就可以架设多个网站 还是说 你想架设两个网站 就一定要买两个网运名称 如果是前者的请打1 如果是后者的请你打2 前者就是买一个域名就可以架设多个网站 第二个是你要架设两个网站就一定要买两个域名 哦 有的人答2哦 有的人答1 有的人答2哦 答案就是 不需要买两个域名 你就可以架设两个网站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看过 www.pchome.com.tw 还有一个叫做 24h 就24小时 pchome.com.tw 这两个是不同网站 但是它是同一个域名 域名就是pchome.com.tw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 1 一个域名就可以架设多个网站 这个观念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 常常自己要架设两个网站 就跑去买了两个域名 其实不一定需要 比如说你第一个域名前面是 www 三个w 第二个域名前面你可以改成shop 商店shop.xxx.com.tw 那你注册的域名就是 xxx.com.tw 这个观念要懂 那前面那个三个w它叫做 主机名称 或叫做 直网域名称 有这两种说法 所以后面那个 xxx.com.tw 那个才叫做网域名称 好 这样观念懂了吧 懂得按一下3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自己要架网站 不见得要买那么多网域好不好 当然你觉得钱多没差也没关系 还有一个是说 你两个网站的属性是完全不同的话 那譬如说你卖的商品 一个卖衣服一个卖吃的 八竿子打不着 你想要把它分开 那你就买两个不同的域名 属性不同 这是合理的 第二个架设一个大陆不会阻挡的网站 这是之前有些朋友 有些同学都提出来的 因为他希望大陆的人也可以连到这个网站 那我找了很多解决方案 都很贵 譬如说去租用大陆的阿里云 阿里云那个业务超积极的 我才去询价一次而已 每个礼拜打两通给我知道吗 每个礼拜打两通给我 然后后来呢 我就 因为我觉得我的网站没有大到那种程度 我不想用那么那么贵的主机 我就去找大陆可以直连的主机 然后找到摆在香港主机 那费用不高 一年最便宜的一年才台币一千多块 一千多块就有了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你就可以去租用那个大陆直连的主机 那 对阿里云贵嘛 对 那真的啊 你们看到我的那个注册页啊 那个 我的那个那个那个直播的注册页 我就是架在香港主机啊 你们可以去测试啊 之前就有一个同学说 那他 他请他大陆的朋友 去连我给他的网址 都连得到 然后又不贵 所以这个讯息呢 我在课程里面 我会告诉你怎么去租用 好第三个 如何快速制作名单收集页 就是这个外挂最大好处就是快 第四个 感谢的一些灵活运用 你怎么去用感谢页 让你的业绩做得更好 第五个 销售业的模板 我们会给你看一下 他销售业的模板 第六个 这产品发布公式 有没有听过 Jeff Walker 一周赚进300万 这本书 有听过有人 打打打打打8好不好 一周赚进300万 这本书 一周赚进300万 这个就是美国那个 Jeff Walker 他出了一本书叫Launch 那他讲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说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譬如说一个礼拜就建立客户对你的信任关系 他就会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影片 然后这四个影片呢 不会一次给客户看 他会客户填了名单收集页之后呢 他会利用电子邮件的方式 每隔两天寄送下一支影片给他 所以他做了四个网页 然后下一支影片 再下一支影片 再下一支影片 就会透过自动回复性的系统 电子邮件会自动发信 所以他每天都不用做事 只要把这个设定设好了 那一旦有人注册了 他就每隔两天 反正每个人都会收到四封信件 然后去看到四个影片就对了 看完四个影片呢 那个客户就对他 已经产生了非常强大的信任感 当然他影片内容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是一种价值的传递 所以他就是类似我们以前客户拜访 以前我们去拜访客户 拜访了四次的那种效果就对了 他叫做这套公式 他就是把它命名为 Product Launch Formula 就是产品发布公式 那这个套版你也不用自己做 里面的范本就有了 所以直接套就好了 第七个是一页式的线上开课平台 我们在初级课程里面 跟中级课程里面都有教你 怎么样自己架设一个线上开课平台 但是初级跟中级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初级它是只能架一页 然后这个一页是线上课程平台 跟中级的比较不一样是说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 假设你今天就只有一个课程 那你就用这个免费的方式去架设 你的线上开课平台就好了 假设你有两个课程以上 那代表你第一个课程已经赚钱了 那已经赚钱了 你再去买我的中级课程去架设那种 专业性的线上课程平台就可以了 或者是呢 也有人更便宜的方式就是 直接因为虚拟主机里面可以架设多个网站 它直接再架设另外一个网站就好了 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跟你说 一个域名就可以架设多个网站 所以它就是www.xxx.com 第二个就是www.xxx.com 就是它的第二个课程的网站 灵活运用你就可以省很多钱 好 然后第八个就是如何架设多个网站 我们会教你 好第九个 YES的网页如何去串接直播的注册页 就是你们注册我的那个直播页一样 你们注册完毕之后 它会自动发送email 所以它会去串接我的自动回复信系统 注册完毕会跳感谢页对不对 那感谢页我不是提供了三个步骤吗 那第三个步骤 点击之后就是点到这个聊天室 这样了解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我们会教你怎么去制作 好那以前懒人包 注意了 以前懒人包一点点价格是这样 一次性费用7万8千块 这次我分为初级中级高级 平均一个课程都是2万多块 2万多块2万多块 因为我不想要大家一次全部都买期 不需要 就是你有需要再买 因为我知道workplace的 有的人程度有高 有的人程度低 你慢慢买就好了 你发现初级用的也不错真的很棒 好你要中级你再去考虑 那中级我会在年底的时候才释出 高级的课程到明年春季 所以呢 如果你急着想要加入 之前已经有同学 已经急着要加入的 然后上礼拜又 国庆日没有办法来 你就点击这个网址 然后我把这个网址给你 那如果你要加入的 你就赶快先去加入 前10名折价代码 你只要输入A3000 就可以折价3000块 你看右边这个图 你输入折价代码之后 按apply套用 在这边套用之后 他这边自动扣掉3000 如果你发现A3000 这个折价代码 已经不能用了 代表已经被用光了 你可以输入A2000 但是他折价2000块 再来是A1000 就是折价1000块 如果你发现A2000也不能用了 那你就输入A1000 折价1000块 如果三个都不能用了 那代表你只能用原价去购买 所以你有需要的人 现在可以赶快进这个网址去 我今天讲的是说 要送各位一个1万元的折价券 注意 这个1万元的折价券 可以用在年底发布的终极课程 也就是说我终极课程 我大概也是定这个2万8左右吧 不会差太多 折掉的话就变成1万8 就是折掉1万 就只限今天看到这个影片 看到这个直播的同学 那如果你们有购买的话 我会知道你有购买 然后我会在之后发email给你的 上星期买的人也有 好不好 上星期买的人 我跟你讲 我这个课程里面还会教你们 初期课程里面我还会教你们 怎么样知道 怎么样让已经购买的人 在你的电子报系统里面去自动做标签 我这个课程里面有教 有一个外挂很便宜 60几块钱美金 那个外挂我有教你怎么使用 就是如果有人在你的购物车买了A产品 他就会在你的自动回复信件系统里面 对这个人标示一个A 那你就会知道 这个人已经买了A产品了 以后你如果要发A产品的促销方案 不要发给A 因为他已经买了 你再发给他就没意思了 所以这个外挂 我有教你们怎么去使用 跟这个Wordpress的购物车把它绑定在一起 所以之后呢 像你们如果说买了这个课程 那我就会知道 你们买了这个课程 到时候呢 我就会发1万块的折价券 发给你们这些买初级的人 我的心就不会乱发了 我会知道谁有买 这个就是跟那个自动回复信件系统 串接的一个好处 然后你们下一步就到这个 好记得勾选这个 结账的时候勾选这个 然后再按这个以同意 好再来 你购买完毕之后呢 会跳这一页 这一页就是登录课程页面 那你可以把这个网址copy起来 那如果你忘记这个网址也没关系 你们收到email里面啊 那个订单通知的email的 最下面会有个连结 就是连结到课程的网页 所以不会找不到课程的网址 你只要按登录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你买了哪些课程 因为这个网站里面 我可以放很多课程 然后你们买了一个课程 两个课程三个课程 那他里面就会秀出 你有买哪一个课程 比如说三个他就秀三个 以后如果你又买中级高级 他就会秀出来 你又买中级高级 点进去就有了 然后这个初级课程进去之后呢 你买完的时候啊 他就会自动登录了 因为你在买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你就已经创建完毕 你的账号跟密码了 好那你登录之后呢 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然后点击进去的课程里面呢 就看到这样 左边呢就是课程的一些项目 右边呢就是课程的影片 OK 好 那之后呢 如果你在点击网站登录进来的时候 右上角就有一个登录课程 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 你登录课程之后 这边就看到你购买几个课程 课程在下面你点击之后 就可以进入课程观看了 好做好咯 节目开始了 现在几点 就很适时了 就这么快 就很适时了 那我讲快一点 什么是DNS架设两个网站 就要买两个域名吗 这刚讲完了 原理就是这样 某一个人输入了AA.com.tw 然后他会跑去问你这个 比如说我在GoDaddy 去注册你的域名 那GoDaddy呢 里面有一个A记录 就是DNS主机里面的A记录 他记录了AA.com.tw的 A记录是IP等于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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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时候呢 他就跳到第二步去 去找到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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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台主机 那这台主机呢 他其实就是网站主机 里面就放你的网页内容 他就会回应 把这个网页呢 回应第三步骤回应到 这个查询者的电脑 这个就是DNS 他主要的功能 那这个呢 是说 我GoDaddy本身不想当DNS伺服器 我希望由Siteground去当好了 那你就把这个 NS记录呢 只向Siteground提供的那个网页 然后呢 Siteground就提供A记录 比如说AA.com 他是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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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他就把这个 主机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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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里面 这台主机里面的网页 回应给这个 查询的这个使用者 这个就是 DNS的第二种方式 就是一种是 是GoDaddy本身带管DNS记录 一种是 例如Siteground 但是我们不是用Siteground Siteground Siteground太慢了 又贵 我们呢 又便宜又比较快 而且亚洲有主机 Siteground 亚洲好像没有主机 第一种案例是 GoDaddy当DNS 第二种案例是 虚拟主机本身当DNS 好 这个我们在课程里面 都会教你 这个原理让你知道一下 好 所以这边呢 我就跳过了 这边就很细了 这边 我在课程里面 有详细的讲解 就是怎么样去知道 哪一个网址 是使用哪一个IP 这边直接打PING这个指令 PIN 空格 网址 他就知道回应 这个网站的IP 这个要了解 如果你不喜欢用这种文字模式 这种命令提示资源的话 没关系 还有个网站 叫做 www.whatsmyds.net 这个网站呢 你直接可以把你的网址输入在这边 然后A记录 A记录就是IP Address的缩写 Address的缩写 IP的意思 然后打search 你就可以查出来这个网址 它的IP是在什么地方 这样就会知道 这个网站的IP是什么 这边有个观念要知道 你输入IP或网址 它都会出生同一个网页 比如说我这个输入英文 这个输入IP 出现的网站是一样的 但是仅限于第一个网站 为什么呢 因为一台主机里面 我们叫虚拟主机的意思就是说 这台主机里面可能放100个网站 通常会这样 好几百个网站在一台主机里面 可是呢 这台主机只对外提供一个IP 所以如果你输入IP跟输入网址 能够出现同一个网页 就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网站是这台主机里面的第一个网站 那通常你不可能是第一个 一定是虚拟主机商 他自己的网站把他第一个 所以一般我们不能够 给别人你的网站的IP 通常我们也不会给嘛 我们都是给网址嘛 去报W点什么什么点看嘛 那你就可以在里面 占据一块硬碟的小空间 当做你的网站的储存的目录资料夹 一个资料夹呢 里面就是存放一个网站的资料 这样了解吧 所以这个DNS我们在课程里面 会详细的解说 这边就不要想太细 对 这边有一个要让你知道一下 这个网站who.is 他可以直接去查出你的网站 这个域名 不管是谁的域名 他的起期日就是Create on 你看我这个infobox.com.tw 在这里 infobox.com.tw 我的网站的domain 我的Create Created on 2006年12月20号 然后到期日是2025年12月20号 我都一次买5年 或者一次买10年 这蛮久了 06年就买了 然后我的DNS是谁在管理 我是指到cloudflare.com 然后我的域名是在哪里注册的 这边有写myname.pchome.com.tw 所以这个网站你就可以who.is 就可以查出来你想要的那个域名 是被谁注册走了 然后什么时候注册的 什么时候到期的 再来名单收集的就是运作方式 我简单讲解一下 你们有些人是填写这个 网路信用栏文化2.0的这个 这个叫等候名单 填写完毕送出之后 它的第一个步骤是跳到自动回复新的系统 因为它串接在一起的 这个我们在内容里面也有交 初级课程就有交了 串接之后呢 它这个表单填写的email 会自动储存在自动回复新的系统 然后它就会自动发送新件给你们 给这个名单 填写名单的这些访客 然后就会自动跳到一个感谢页面 ok 那我这个感谢页面呢 我们等一下会去讲说 感谢页面的一些灵活运用的方法 名单收集页的种类 第一种迁入式的名单 像这个 网页里面直接就有这个 可以填写的这个表单 然后呢 你还可以去迁入一个倒数计时器 比如说我这边写三天 到了之后这一页就会消失 那这一页会不会消失 你可以自己控制 这个我们在课程里面也有交 就是说这个倒数计时器它有三种 一种是到了之后呢 跳转到别页 这一页就消失了 一种是倒数完毕之后呢 又从头开始倒数 有没有看过这种计时器 有的按一下有好不好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计时器 就是数完了 然后又开始倒数了 这种计时器就是有点骗人的计时器 就是鼓励你快点快点去做什么动作 go to action 叫你快去做呼吁你的行动 但是事实上呢 它是骗你的计时器 这一种有三种计时器 第三种我们在课程里面再讲 那第二种弹出式的表单就像这样 点了之后呢 跳出来这个弹出式表单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设计 因为据统计 这种弹出式表单的填写意愿更高 就是会手痒你知道吗 看到一个弹出来的表单 然后好想去填它 那外观呢这几种范本都有 这个左边是迁入式的 右边是弹出式的 这是第二种的外观 像这种是迁入式的 这种也是迁入式的 里面提供很多种不同的外观 我数一数大概55个范本 你只要点击 然后就可以直接套用 然后去修改里面的文字跟图片 其实我连图片都懒得改 就是直接改文字就好了 图片可能你 如果是有照片 个人照片的话 当然是要改掉了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感谢页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 名单收集页在停写Email之后 我们要跳转到下一页 那页叫什么 那页就叫做感谢页 第二个呢 是销售页的购买商品之后 跳转到下一页 我买完了 然后跳下一页 这页要说什么 这页就是说 恭喜你买完了 然后你要看课程 顶点击这边 所以我就可以在感谢页里面 去留一些连结 或者是说 你upsell 你要不要再购买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 这个 我昨天去抢iPhone 我买完iPhone之后 他要问我说 他那感谢页就感谢你们取得 然后底下就有 你要不要买外壳 好啊 顺便买一下好了 那个就叫做向上销售 或者是向下销售 向上销售是说 我卖了第二项产品 比第一项更贵 那昨天我那个是向下销售 就是那个机壳 卖的一千多块嘛 手机三万多块嘛 所以那个是向下销售 就是你的感谢页呢 你也可以这样子去做 就好像我今天 卖一碗面线 你会问他要不要加个卤蛋 那通常客户 大部分会说好 或者是你要不要带一个烫金菜 客户大部分会说 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感谢页可以这样子去运用 让你增加更多的业绩 或者是说 你可以迁入教学影片 比如说 他今天填的表单 他为什么要填表单 他为什么要填表单 你有没有想过 刚刚有同学在问嘛 说怎么样吸引 吸引客户做什么做什么的 一些内容啊 你要给一些好处 好处 有人说小甜头 给他一些好处 比如说 你今天想要减肥 那你应该要怎么样锻炼 来我们送给你一个教学影片 但是我们不会白送啊 你只要填写你的电子邮件 姓名 然后你填完之后呢 就直接跳感谢页 你就把那个影片 教学影片放在那个感谢页里面 当然这个影片是免费送他的 这个就是给他一个好处 就好像叫人家填问卷调查 你要送加一支笔 或一个什么小赠品 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你如果没有送这个东西 他们填写的意愿就不高嘛 或者说他们可能会填假的啊 如果你搭配自动回复信件系统的话 他填假的 他就收不到信 你知道我意思吧 你的感谢页 你可以这样说 他只要填了email 然后跳到感谢页 感谢你就可以写说 请马上去收电子邮件 我们的影片 在电子邮件内容里面的连结 点击连结就可以看到 你就让他一定要收到email 才能够看到他要的影片 这样他email就不会乱填 你就可以拿到整整的email 第五个你可以告知 如何去解决找不到信的问题 比如说 我的感谢页就会写说 感谢您填写 请马上到您的电子邮件去 搜寻一个流奶爸 寄件者流奶爸的信件 为什么 因为这个信有可能掉到垃圾信件 有可能掉到Gmail的促销邮件 所以他看不到 他没有在主要信件夹里面 所以我们在感谢页里面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做这种提醒 这个这几个就是感谢页的一些应用 好那我们有几个范例 这几个范例呢也是在这个外挂里面 本身就已经内建的 比如说我要刚讲的 我要签入个影片 或者是我一个照片 我要用文字 你直接拉这个范文出来 一秒钟而已 然后你去换掉里面的影片的连结 就搞定了 我们课程里面就有教你怎么去改 范例二 送一个折价代码 就好像刚刚讲的 好我今天不要送影片 我送一个折价代码给你 就是你如果填了你的email 我直接给你一个代码 那如果你觉得说 这个30%就打7折 这个代码save30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需要的话 你很想去买 是不是加速了他想要去购买的意愿 所以这是在范本里面的 第三个范本就是你们都有看到的 就是你填写今天的直播 然后我就跳这个范本 你看我有改东西吗 有啦我只有改我的头像 跟那个英文的文字感中文 还有这个时间设定成几天这样 我就用他这个范本 然后第四个案例就是 你可以展示更多的服务 比如说他今天填了 然后跳下一页感谢页 你又可以代表什么 代表他有兴趣他才填 对不对 他填了之后 你再给他更多的细节内容给他看 这个也是在感谢页面可以这样做 第五种下载电子书 这个方法很棒喔 为什么呢 填了表单 就是因为你有告诉他说 我会送你一份电子书 这个电子书是关于减重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训练六块机的一些方法 那这个电子书让他下载之后 你说电子书有什么好处 他下载之后对我们最大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拿到他名单嘛 第二个最大好处是 如果你把电子书啊 转成pdf档案 或者是word 不管 里面可以保留超连结 譬如说你把它转成pdf档 pdf档里面是可以有超连结的 通常我是用word写完 然后超连结都设定完 让他点击连结之后 就可以连到我想要他去的地方 然后我再把它转成 因为现在的word你可以直接把它 汇出成pdf档啊对不对 另外另存新档成pdf 所以他就不会任意去改里面的东西嘛 而且那个连结还是可以保留 你就可以做更多的广告 在你的那个有价值的pdf档里面 让他去点击 然后点击之后呢 就会看到你更多的内容 这是很棒的哦 延伸你的产品的 让他可以看到的资讯 范例六 感谢并显示个人照 加深你的个人品牌 像这一页感谢很简单 就是我感谢你 那底下一个按钮 就是你可以看我们更多资讯 点的让他去看更多 然后里面的放你一个个人照 让他对你更有印象 你的个人加深你的个人品牌 第七个范例 你这个感谢页啊 你可以做成 让他加入你的VIP专属社团 他已经给了你名单 给了你email了 然后呢 跳下一页这个感谢页 告诉他说 来 加入我们的VIP俱乐部 VIP的专属社团 那你可以免费让他加入 或者是付费让他加入 随便你看你的策略是怎么做 如果你觉得 像我以前有做过两种不同的社团 一个是完全免费的 然后一种是一定要付费才能加入的 那很简单嘛 完全免费的里面可能1000个嘛 付费里面可能只有100个嘛 就是从完全免费的这边 里面去丢很多有价值的资料 他觉得他想要再付费 付费你再把它 让他加入这个付费的社团 你就把它区隔了两个社团 其实在大陆的他们的微信群 他们也都这样操作啊 就是拉一个群里面可能五六百个 1000个 可是另外第二个群付费的群啊 里面可能就只有不到100个 都是这样操作 来讲到销售业 直接销售并且结账 再跳转到感谢页 这个就是销售业了 第二个呢 就是感谢页呢 你可以再去发挥 刚刚讲的那些创意 第三个就是确认金流的流程 没有错误 销售业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在这一页里面 我就是要点击之后到刷卡 这个动作就是销售业 并不是收集名单哦 之前是收集名单 这个是销售 直接就卖产品了 那销售业的方式里面就分成 直接用影片销售 像这样子的范本 也是一样 你就一秒钟这个范本就出来了嘛 影片换掉 换成你自己做的影片 然后下面这个按钮呢 就是点击之后去付款 第二种呢 像这个影片销售 加上倒数计时器 这个你应该看过吧 你就是我的那个注册直播页 就是这一个范本 左上角有倒数计时器 对不对 倒数计时器完毕之后呢 我这一页就会消失 直接跳到 我要让客户去的那一页 这是在timeout里面 可以去做这个 我刚刚讲的 其中一种倒数计时器 计时器完了 这页就消失 强迫再跳到另外一页去 这个在行销功能就很好用了 比如说 我要举个例子 我们在卖东西的时候 最忌讳 你还没把商品讲清楚 客户就已经知道价钱 最忌讳这个 所以你要让他把影片看完 之后再跳出一个购买按钮 这个我们在这个外挂里面 也有教到 他本身有这个功能 就是我要购买的那个按钮呢 是必须在倒数计时完毕 或者是之前的几分钟 比如说这个影片是20分钟 可能是到第15分钟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设定 我要购买的按钮才会跳出来 就是强迫他已经看了15分钟了 他才知道这商品好不好 不要第一分钟就跳出来 他一看好贵 他就跳走了 他都还不知道你商品的价值 他当然觉得贵 销售业的范本3就是这种 你们常看到的图文说明的长文案 有图有文很长的文案 第四种就是影片加图文 又有影片又有图又有文 就这样 肉肉等 你们应该有看过吧 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睡着 有看过那种很长文案的 打个六给我知道一下 有吗对啊 销售业的范本呢 也是50多种 其实范本真的很够用啊 太多了 而且每一种范本都可以让你自由修改 意思就是说啊 就算没有这些范本啊 你们自己都可以做出来 跟范本一样的东西 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也没有那么多美术细胞 可以做出这么专业的范本 所以当然是直接用它就好了啊 然后再去修改 这样最快 好 再来 里面讲到产品发布公式 就是我刚刚讲的Jeff Walker 这个人 他出了Launch这本书 中文版可以去看一下 一桌专注300万 我在YouTube上面也有 20几分钟专门介绍这本书的影片 他的方法就是点出客户的痛点 然后传递价值 再建立信任 树立专家地位 然后销售高价商品 那你要这样做呢 你就必须要像这样子 产品发布公式第一张像这样 一个影片 然后右边告诉你说 第二个影片还没上传 即将即将发布 然后你第二天或是第三天 你才给他第二个影片 再来第三个影片 第四个影片 那你怎么给呢 就是要加上自动回复信件系统 所以第二天或是第四天 你自己可以去设定间隔时间 然后去发送Email 里面就插入第二个影片的连结 然后去点击 然后再来 再隔一天或两天 又再送给他第三个影片 再来 第三 第四天 又给他第四个影片 这个影片呢 才会告诉他怎么样去购买 所以前面三个影片 主要都是做价值传递 不管任何行业 你一定要让客户知道 价值在哪边 你最后再报价 所以他当初的这个PLF这个公司 其实是拖了很长 大概都一周的时间 从一开始获得客户名单之后 隔两天隔三天隔两天 大概都到了七天之内 才把第四个影片发布完毕 那有人会说 这个流程好像太长了 所以现在啊 又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现在直播的这种方式 就是你可能之前都还不认识我 可是你可以在直播的当下 问我问题 比如说你们现在听我在讲的这几个模式 你们有问题的 底下那个聊天功能 你可以马上问 然后我可以马上做回复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的方法 那如果像 其实我不太不太喜欢直播 因为直播都固定那个时间 固定这个地点 还在这边定下来讲 我很喜欢的就是影片全部录好了 就摆到云端上 然后你自己看就好了 可是他就少一点互动 我也在做测试 到底是直播效果好 还是我干脆直接把影片录得很精简 丢到云端 你们自己看就好 现在就一直有人在问问题 好嘞 一页式的线上课程是什么 就像这样子 我直接把它拉给你看 这个我们在课程里面有教你 这是他的一页式外挂里面内建的一个范本 所以你不用再另外花钱去购买 像这样一页式的开课平台 假设你只有一种课程 假设你只有一种课程 然后你这一页呢 让人家看了之后 他要加入 加入之后 他就会跳出这个结账页面 那这个结账页面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是stripe 台湾不能用 国外可以用stripe 那这很方便就可以在这边直接输入信用卡 然后送出结账的时候呢 他就会直接跳到这个login的画面 如果你已经购买完毕了 你就去login 那台湾的话呢 你不能用stripe但没关系 我们里面有叫woocommerce 所以woocommerce去串接台湾的金流公司 搞定 搞定 然后以后呢他们登录这个页面 登录之后 他看到画面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不是刚刚那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是已经购买直接登录的页面 你看我这边就可以直接点击 影片就跑出来了 那这个影片呢 你看他这个影片 是有锁码的就是 右下角啊 并不会像youtuber那样 点了之后会跳出去 点了youtuber logo 或点了youtuber左上角的那个主旨 就会跳到youtuber的平台 那你的影片就锁不住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有教你说 你用vmail这个平台去把你的影片锁住 这边人家不知道你的影片到底放在哪里 所以他一定要登录账号密码 进来你这个课程页 可是他登录之前呢 他一定要先付款完毕 这样了解整个流程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在睡觉也有收入 就是他今天觉得你这个课程真的不错 好他去付款 然后自动登录 你也不用说我要起床再帮他开账号 不用账号已经开好了 他自己进来 他就可以自己去看这个课程 那课程长度没有限制 所以你多少个影片都没有关系 那我说只能放一个课程的意思是说 同一类的课程 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这是免费的 所以他里面有个会员系统 免费的方案的会员系统 他就只能够有一个等级 所以一个等级就只适合一个课程 如果你要付费买那个会员系统的话 你就会有无限多个等级 那你就可以开无限多个课程系统 这样了解吧 那我刚刚是教大家说 因为他的功能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专业性的功能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但是你又可以达到你想要开信任课程的目的 又很便宜 那大概知道这个方式了嘛 这个就是一夜市开课平台 因为他是不用钱 我刚刚不是有讲吗 Teachable一年要你三万多嘛 对不对 这不用钱啊 他是每年三万多耶 这不用钱耶 所以我教这个 这个就刚刚讲的 刚已经demo过了 好 再来 一夜市现象课程 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 没有像YouTube这种logo 因为YouTube你点左边这个 或点右下角这个 就连出去 你的影片是没有被保护的 人家一知道你的网址 被到处乱传 你的影片根本就没办法收钱 那这个呢 你看 刚刚讲这个 你 你只能够 把影片锁定在你的网站网址下 才能播放 所以即使他们从 网页的原始码 去得到了你这个影片的网址所在 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他们贴上去之后 就会显示说此部影片不能播放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限制在你自己的网址下面才能播 OK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做设定 好 一夜市现象课程 只能有一个会认 这刚刚讲过了 对 好 再来 还有同学问到 买系统有包括2.0初中高全部课程吗 买系统 我们没有卖系统 我们只有卖你课程 如何建设开课平台 对 我们的中级课程就是教你如何建设开课平台 然后刚刚初级的是教你如何建设一夜市的开课平台 就是最简单型的开课平台 好 先来讲 架设多个网站 你看 我们会推荐你的这个虚拟主机 一个月129块 一年平均1000多块嘛 1548 你就可以架两个网站 如果你需求不大的话 够了 然后 如果一年是每月155的话 一年大概3000多块 你可以架 无限多个网站 无限多个资料库 你可以架无限多个all place 好 但是 但是虚拟主机商都没有跟你说的 我跟你说 每一家都一样 减 我跟你说 它限制的不是空间容量 它限制的是档案个数 档案数量 比如说25万个 那我自己测试过 25万个我大概只能架10个网站 假设每个网站都有在成长的话 也许你只能架5个网站 好 这个就是档案个数的限定 他们都不写 每一家都不写 然后我租了几家之后 我才发现 为什么他们会 会不限制空间 不限制容量 他们其实限制的是档案数量 像我现在遇到的状况就是 这个虚拟主机 我里面架了10个网站 这个虚拟主机 我里面只能架3个网站 因为这三个人非常的活跃 他的网站资料一直在增加 那如果到了 我就要必须 把他搬 帮他搬家 所以我们里面有教你 怎么样帮客户的网站搬家 很方便的搬家方式 再来如何让大陆地区 也能够收看网站 你看 你只要选用我们教你的 大陆直连网路就可以了 我等一下会讲 他的 除了课程之外 你们会花费哪些东西 一个是虚拟主机 我现在在讲虚拟主机的花费 一个是 那个外挂软体的花费 外挂软体其实也不贵 就是几十块美金 等一下我们会 一个一个帮你讲出来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大陆的 大陆直连的网路 你看 他会比较贵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他说只能建十个网站 讲真的也够便宜了 再来 注册直播页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工作 就是你们报名了 然后他就会 串接到Zoom 那另外一种方式 是不要串接到Zoom 是报名之后到感谢页 然后感谢里面这个连结 才连接到Zoom 这两种方式不一样 插在哪边 插在名单放在哪里 这个如果你直接用 一页四网站的报名页 串接Zoom的话 Email是存到Zoom 这个系统里面去 可是我Zoom 我并不想要长期租用 每个月直播 所以我用第二种方式 是填了之后 我串接到我自己的 我是用Active Campaign 我串接到我自己的自动回复性系统 然后我就可以用我自己的自动回复性系统去发信给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是用第一种方式直接到Zoom的话 Zoom本身也有帮你发信排程的功能 但是缺点是什么 就是说我Zoom用没有每个月都租用 我每个月都租用的是自动回复性系统 所以我的名单留在Zoom里面干嘛 就不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个的话 你记得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把名单汇出来 不然你下个月不租用你名单留在里面干嘛 就不见了啊 记得把你的名单汇出来 他有汇出的那个功能 那里面我们就会详细讲解 这个直播跟 这个一页式的注册页跟直播怎么去串接 好 再来 这一页就是大家今天线上注册的直播页 大家都看过了嘛 我怎么知道今天郭有谁买了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会介绍这个外挂 就是让 让WooCommerce 这个购物车系统 串接Active Campaign 串接在一起之后呢 他就会把 已经购买的人的这个货号 自动变成 自动回复性系统里面的标记 Tag Tags 你看这边 网络行为蓝帮2.0初级课程 然后这个人买了 他这个自动回复性的系统呢 他这边就会有个Tag 这个人就会多出一个 网络行为蓝帮2.0初级课程 的这个标记 太棒了 以后我去发信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过滤 哪些人是买了什么课程 我都会知道 怎么跟进 发信给还没有购买的潜在客户呢 刚刚讲的就是这个 购物车订单串接自动回复性的系统 所以每一个产品呢 都可以设定一个独立的Tag 针对已经购买的客户 你去下Tag 那发信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排除某个产品的Tag 他就不会再收到信了 他已经买过了 你就不要再寄出要信给他了 所以我总结一下 因为Wordpress取代这两者相加最低的话 每年4万4到7万 我们刚算过了 那你如果不续约 系统就没办法用 这个就是租用的困扰 没有掌控权 没有拥有权 所以为什么 总结一下好处 省下每年至少4万4到7万的花费 然后一夜市网站的外挂呢 一年99 但是我现在回复刚刚同学的问题 外挂一夜市网站外挂一年99 但是你如果没有续约 不能更新 但仍可持续使用 我从五六年前吧就买了 然后中间我有大概三四年没有去更新 然后后来我才又买 因为我想更新 所以我不需要每年都一定要花这个99万美金 就算你每年花也很便宜啦 一年3000块 总比那个一年要4万到7万便宜太多了 第三个虚拟主机每年1548 这是另外的花费 可架设两个网站最便宜的 那3000多块刚刚讲过 就可以架设无限多网站嘛 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大陆的直连主机 对对对有人问到说 那我用大陆直连的主机 我大陆的人可以看到我的网站 那台湾的人可不可以 美国人可不可以 答案是可以 因为那个主机和香港好不好 第四个 会员系统的外挂免费版 可架设一个现象课程 那如果你升级为297的 你就可以架设多个 但是我们不建议是因为 你就直接用我那个中级课程的那个 更专业的开课平台就好了 如果你有很多课程的话 好 第五个自动恢复Email系统 每个月9块钱美金 这个就真的要每个月买了 自动恢复新鲜系统 目前市面上每一家都是要付月费的 那这个一家是Active Campaign 它是500个名单以内的一个月9块钱 算便宜哦 如果你超过500个呢 一个月就变25块了 但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哦 500个名单是很忠实的客户哦 因为我们中间可以 我里面有教 怎么去删除那些从而不开心的人 把那些从而不开心的人删掉之后啊 你这500个是很精准的客户 500个客户你赚到了钱 保证你不会觉得一个月花25块美金是贵的 不会了 所以我先找一个最便宜 而且功能又最强悍的 Active Campaign 一个月才9块钱 第六个 自己家占百分之百有自主权 避免被平台绑架 这个就是买房跟租房的概念嘛 我从头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强调的 然后第七个 学会这些技能呢 你未来就可以去接案 或者是自己使用 两相宜 好 第八 蓝星的 对 这个我们小声一点讲哦 蓝星第三方支付刷卡 一笔是2.8% 那如果我去帮你申请 你已经注册完了 你跟我讲哦 那如果你有公司 企业账号 那更好 为什么 因为2.5% 我可以帮你降成2.5%所需费 那这是已经 目前已经做完的课程了 我目前已经完成 算90% 应该算95%了吧 那目前还是在预售阶段 所谓的预售就是我课程没有全部做完 正式开卖就是我课程已经做完了 然后价格会调涨 就没有那么多优惠给大家 所以目前已经做了这么多课程了 这么多课程了 你们在报名完的感谢里面最下面 其实我有贴这个连结 你们就可以去看到 我直接把这个给你看 目前中级课程我已经做了一半了 然后初级课程已经做了95%了 那你点这个初级课程 点进去之后啊 这里 这边有免费试看章节 你就可以点进去看 点进去给你看好了 然后左边这边 左边这边就是我目前已经有 68个章节在这边了 你看 串接自动回复信系统和购物车也做完了 一日式网页整合直播研讨会也做完了 自动回复信系统的实战也做完了 产品发布公式也做完了 然后WooCommerce也可以做一页式销售业 里面有这个外挂 我刚没有讲到 其实那个蛮蛮重要的 我几乎没看过人家讲那个东西 我都研究好久 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超不错的 就是说 一般我们讲的WooCommerce结账都是固定的嘛 可是这个外挂会让你在你的landing page的下面 都直接有那个结账的按钮 等一下你们如果去购买的话就会看到了 然后他会跳到一个自己设定的 感谢页 一般的WooCommerce购物车 他不会跳到自定的感谢页 而是他自视的感谢页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编辑那个感谢页的内容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向上销售向下销售 不行嘛 也不能够去写任何文字 可是这个外挂就可以做到很棒 对这个一夜市开个频道这个课程也已经做完了 然后外挂功能解析这个已经做完了 架设多功能网站 架设多个网站 这个已经做完了 所以目前已经完成95%左右了吧 好这边就是刚刚已经给你看到的 好这个就是最后降为2.5% 我帮你申请 因为预设是2.8%啦 好我已经讲完了 有问题的话 来我先回复大家的问题 中级开课平台有8平台的课程和2.0课程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有一个9万多块的专案 是用我们的中级课程里面去制作出来的 帮客户做的一个线上开课平台 为什么我们要收9万9 那为什么我们的中级课程 我预计我会卖2.5到2.8左右 中间为什么会价差了六七万块 最主要是给你们学的价格一定是便宜的 因为花的时间是谁的 花的时间是你们自己的 可是我帮客户架网站 花的时间是我的 所以帮人家架站 我收的钱一定是比较高 包括你们自己以后去接案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要交客户那是一个费用 你要帮客户做那是另外一种费用 主要的差别是在于时间是花谁的 这样了解意思吗 时间如果是花我的 我一定收的贵 那你自己要去算一下 有很多同学问说老师不晓怎么收费 很简单 你自己计算一下你一小时的时间多少钱 我觉得我一小时至少要八千块 我就去算一下你花我两小时我就是一万六 这样懂我的概念吗 所以你自己去想你自己的身价多少 你愿意花一小时去赚多少钱 你自己欢喜就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 当然客户要能够接受 你才有办法拿到这笔订单 OK 请问老师如果跳过初阶 那么WooCommerce在中阶也能上到吗 会 如果你直接买中阶的话也可以 那但是我们的WooCommerce偏重在课程上的 因为WooCommerce功能是太多了 我们主要是偏重在跟课程结账的一些串接 因为WooCommerce的这个 它可以卖实体商品 也可以卖电子书 也可以卖信账课程对不对 我们主要是focus在电子书跟信账课程 如果你要卖实体商品 也可以 但是它多了一块物流 就是这个运费计算 运费计算那块我就没有在里面去讲太 琢磨太多 因为运费计算那块很复杂 就是我今天想要用这个运送 想要用那个运送 想要用那个运送 或是地点在哪边又有不同运费 或是低温冷藏等等 我们就没有讲到那个 OK 这样了解吗 当然网络上你都查得到 只是说 我就没有去琢磨在那个东西上面 因为我们主要是 focus在 专注在那个 虚拟商品的销售 你要卖电子书也可以 你要卖 卖那个 现场课程或电子书 电子书 MP3 让人家下载 这个都可以 可以下载商品 或是现场影片课程 如果我的工作不是资讯人 自己看影片就可以学会加赞吗 没问题 因为我们还提供脸书的社团 然后一步一步照着做 就会了 买过1.0的人 如果买2.0有折扣吗 就是我刚刚讲的 买过1.0的会员 买过1.0的会员 你应该在我们的那个LINE LINE群有吧 你在撕LINE好不好 因为1.0是从2015年就开始开卖了 有 有更多优惠 因为1.0比较贵 你有买过1.0的会员 请在LINE群主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都已经把会员叫LINE了 如果我的工作不是资讯人士 自己看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完成 如果你一天 我这样计算好了 如果你一天愿意花3小时的话 应该一个礼拜就OK了 如果你一天只花一个小时的话 应该 应该两个礼拜 我讲的是完全了解这个东西 如果你说一步一步照做照做 做出来好棒喔 可是你完全不懂为什么 那个当然是可以很快 可是我希望你们是理解 理解那个原理 这样你以后万一出状况的时候 你才知道怎么去排除 好电子书跟线上没错 对不对 配文没错 好 纯如说 Wordpress.com Wordpress的差别 我已经有一个网站是Wordpress.com 不一样喔 Wordpress.com 跟Wordpress.org 完全不一样喔 Wordpress.com 它是一个可以免费架 Wordpress的地方 就是说 你不用自己安装 你只要去注册一个账号密码 你就可以使用的 类似皮克帮的 Blog的平台 它可以让很多人去那边架 架网站 可是它的功能很 阳春 很阳春 比如说你想要去串接什么 或是安装外挂是不行的 除非你买它9000多块 一年9000多块的进阶版本 但是超不建议 因为我买过 我买一年之后超级后悔 因为我后来 我后来要 降下来 降成最便宜的方案的时候 他把我中间那一年的资料 全部给我删掉了 我就很火大 我说怎么不见了 他说 我帮你还原成一年前的状态 真笑耶 原来他们是这样搞的 他把我还原成我 之前那个一年前的状态 所以我中间一年资料不见了 而且 就算付费买9000块的方案 里面很多外挂也不支援好不好 中了会乱七八糟喔 但是你可以把资料转到 你可以把资料汇出来 然后转到你自己架设的wordpress 这样了解吗 资料可以转出来 中级版的开课平台课程 功能跟国际版教育平台的 对 对 对 年底会发售 对 就是说我的中级的课程 就是教你怎么样建立出一个 我要给你们看的那一个 现象课程的平台这样 就是我自己的现象课程平台 就是用中级课程里面的方法做的 天啊 还好老师有跟我说 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升级七八糟 不要升级 不要升级 我就有会了 后会死了 我一年的blog内容不见了 很想 很想 扁人 我那时候写信息跟他们讲了好几次 后来他们不理我了 气死我了 后来我现在降到最便宜的那个房一千多 因为我要保留我的域名 我的blog 因为我那个blog已经架很久了 我那个blog 我刚讲就是那个流浪一包 我们都创业那一个嘛 我已经架了 架了 架了十年了嘛 那我应该改成wordpress.org 对啊 我们里面教的课程就是这个 我们里面教的就是wordpress.org 就是你自驾的wordpress 不是去申请账卖密码的那种wordpress 是你自己架设的wordpress 所以我们会教你怎么去购买虚拟主机 然后怎么样去一键安装 现在wordpress很简单 一键安装虚拟主机都有提供 一个按钮按下去就安装完毕了 以前没有 以前我们那时候 我是从2012年比较常用wordpress 8年前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要自己下载wordpress的软体 再上传到虚拟主机 然后再install一步一步 现在不用了 现在直接在虚拟主机的后台 他们都已经提供了这个程式 按一个按钮wordpress就装好了 好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版 只要你是wordpress.com的就是 bluehost bluehost就是虚拟主机 配文 bluehost就是虚拟主机 你架设的就是我讲的这种 版本没有错 只是说bluehost它是在 在美国的主机 所以它没有什么大陆直连的或是亚洲主机 应该也没有 了解 那我可能把最近那个网域推掉 bluehost的好吗 我们我们不是交bluehost的 我们里面交的不是bluehost的 对 对 因为 对对对对对 我跟你讲一个东西 apache 你们知道吗 知道了打1好不好 apache就是web server apache就是web server web server就是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就是要安装wordpress的一个 一个网站主机 那大部分呢 用php web server是php程式写成的 php安装在apache底下是可以运作的 但是呢 有点慢 有点慢 所以bluehost就有点慢 sideground也有点慢 那后来叫lightspeed 改进叫lightspeed这一套 比apache更快的 的网站软体 网站伺服器软体 所以我们介绍的是lightspeed这一套 所以他就跑的快 跑的比较快 否则的话你就要去用什么cloudways 或者是其他的vps 那个比较进阶难又贵 然后我们介绍的是简单又快便宜 对 好 所以 差不多了 今天 你们就点这个网址 bit.li留爸爸 写件留爸爸2 送你一万块折价券 就是如果你要买中级的话 如果你买了今天的初级 我就会送你一万块折价券 让你将来可以去买中级的课程 那 我会很接你买初级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那个一页四网站 真的是 我觉得超好用 又可以串接很多东西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给你们看一下 要购买的时候 这边有个立即报名 然后点立即报名之后 这个就是我刚跟你们讲的 里面有交 就是把WooCommerce跟Landing Page直接串在一起 这个Landing Page 然后底下呢 就直接是WooCommerce的产品直接在下方 所以你会看到 你结账完毕的下一页 其实是你可以自己客制化的感谢页面 而不是WooCommerce传统的结账完毕的那个页面 所以是可以去改这个感谢页面 所以是可以去改这个感谢页面的 销售到中国 网易名称跟你的主机没有关系 网易名称是网易名称 你要用什么网易名称都没关系 因为中国它挡的是IP位置 假设你今天主机是放在香港 那你的DNS呢 网易名称就是指定DNS 指到香港的主机 那销售到中国这件事情 应该说这个网站可以让中国看到 但是你所谓的销售到中国 我就不晓得你讲的是影片吗 还是实体商品 如果是影片的话 如果是影片的话 我可以再跟你们讲 去哪边租用影片代管的伺服器 因为你的影片不可能直接上传到你的OPUS网站里面 那会爆掉 流量也会爆掉 不可能 了解吗 档案 如果是档案的话 可以 但是不要是影片档案 因为中国会挡 中国会挡 还有金流 对不对 金流的部分 你要自己注意 因为金流不是网站能够帮你解决的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大陆有银行账户 你有微信支付 然后你提供微信支付 让他们去付款 但是这个跟WooCommerce没办法串接 WooCommerce没有办法串接 大陆的金流 所以销售到中国的金流的部分 你要另外想办法 你有微信支付 OK 那就简单了 请问这个课程会需要租虚拟主机 跟域名吗 如果你要加网站一定要 一定要租虚拟主机跟域名 对 不然你就没办法加网站 还有问题吗 没有的话我们就下线 好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我们就 还有没有打完是不是 等你等你 停租资料会不见吗 虚拟主机 就是你要跟人家租一个主机空间 所以你如果停租了 他会问你说你要不要续租 如果你不续租 他就把你 你就没办法登录了 人家就看不到你的网页了 你知道吗 那如果你要 像我以前 我是连虚拟主机我都没有租 我是自己买一台电脑 灌Linux作为系统 灌那个Apaq 然后再灌Wordpress 然后再申请中华电信的固定IP 接到我的电脑 24小时开机放在那边 就不用去租用别人的 可是成本相对高 你看 你买一台电脑的钱 跟你的电费 跟你的ADSL固定IP的每个月的月租费 都已经 一年 像ADSL固定IP的话 一个月至少就可能一千块左右吧 一年光是 频宽的费用就一万多块 再加上一台电脑 然后你还要懂技术 所以不容易 最后呢我就把电脑直接丢了 全部都租用那个云端的虚拟主机 所以你一定要租用虚拟主机 存如说如果停住ordpress.com的话 原来的网域可以继续用吗 我跟你讲 如果你是用 免费的 比如说 xxx.ordpress.com 那当然不行 因为ordpress.com 这个名字是他们的 这个域名是他们的 但是如果你有跟他买最便宜的 就是每年一千多块的 你要使用自己的域名 比如说 abc.com 是你自己买的域名 然后你把它 放在ordpress.com 这个的话 你以后你每年还是要付这个钱 然后把DNS指向你自己的虚拟主机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就一直讲说 你买域名跟买虚拟主机 请不要在同一家公司购买 你要买域名呢 你就专门在购买域名的地方 比如说go daddy landchip pc home 买域名的地方 然后你买虚拟主机 你在哪一家买都没关系 为什么 你要搬家方便 因为你的域名在这边买嘛 你搬到这一家 你就把DNS的AZU指到这一家 你搬到这一家 你就把它指到这一家 搬到这家 就把它指到这一家 所以要分开买 你如果买在同一家 域名在这一家 譬如说我在sideground 要送我一个域名 那你以后想要搬到别家去 哇 域名是当初在sideground的 你要在sideground里面设定DNS 就变成两边都要付钱 虽然说只付域名的钱是比较便宜 但是你就 就有点被绑架的意味 因为为什么虚拟主机商 他们很喜欢第一年送一个域名 他就是想要绑住你嘛 因为大部分人对DNS的概念很薄弱啊 他就是希望绑住你啊 你用了他 你用了他网域名称 又用他的主机 那你之后想要搬家你就会觉得 糟糕 他当初的网域名称在这边注册的 他这样怎么办 怎么算了不要搬好了 所以他们就绑住你了 你真的要搬其实也可以啊 就是DNS DNS其实也可以转移 转出 有没有听过 我没有说转出到go daddy 由go daddy去管理这个DNS 这也是可以 我要去做转出 但是在转的过程当中 就会有广站断线的问题啊 对啊 大概都一天就可以了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OK好 没问题的话 大家都可以拜拜啦 有问题的话你就打1 来不及打的人你就打1 OK 今天就是把大家问题都回复完 我再下线好不好 有问题的话打1 一定要今天付费完成才有优惠吗 因为你付费 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付费的时候 有三种选择 一个是一次性付费刷卡 一个是你可以分六期 那分六期的话呢 里面它只有你去点击那个分期的那个方案里面 你去看 它只有支援台新 郁山跟中国新多三张卡 才可以分析 那第三种是ATM转账 那ATM转账的话 每个人的获得的那个转账账号是不同的 那是一个虚拟账号 所以你ATM转账的话 你可以今天转或明天转 没关系 因为它是全自动的 就是你转账完毕之后 系统就会侦测到说 你已经付费完毕 然后会自动开通 最主要差别是在自动开通 那自动开通之后啊 WooCommerce那边才会侦测到说 这个人已经购买了 那我才会知道说 这个人被下一个tag就是购买 那我发Email给你那个优惠 你才会收到 重点在这个 否则我发优惠你收不到 这样了解吗 就是你只要是今天去下单的人啊 那你ATM可能明天才会款 那没有关系 那我中级的课程就是会教你 怎么样把这东西都串在一起 还有趣 有人问说适合直销产品的行销吗 任何行销都一样 销售对象只要是人 只要是人都适合 重点是你怎么去close这个人啊 譬如说你要做直销 你觉得你不是在 直销就两种 一种是卖会员 一种是卖产品 懂吗 卖会员或是卖产品 卖会员就是你要撞到你的组织嘛 卖产品就是很辛苦嘛 因为你卖产品 你一定会卖输给那些 会把货 会把货丢在拍卖上面的人 他就消价 价格乱砍 你卖产品就卖输他们 除非那个客户对你很始终 一定会跟你买 否则的话做传直销 你一定是扩大你的会员数量啊 一定是做组织 你才有钱赚啊 就好像成立公司 你一定要 你要把公司搞大 你要请很多员工 帮你做事 你才会让钱赚很多 那你做传直销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好像在经营公司一样 你要培训很多员工 培训很多下线 你才有资格当一个很赚钱的上线 懂吧 我们以商业角度来考量是这样 我个人对传直销的很多制度 其实是有一点点反感 其实我从20岁就已经做传直销了 很有心得 然后后来碰到很多 不太好的直销老板 就是恶意倒闭啊 捐款潜逃啊 或是中途改制度啊 改奖金制度啊 那你那个团队搞到后来大家都不爽嘛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遇过啊 所以为什么说你做个人品牌非常重要 你自己的信用其实是最重要的 你今天不管卖什么商品 不管你要做传直销 还是要还是出来创业做自己的产品 信用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能骗的人就是那些信任你的人 知道这个意思吧 你能骗的人就是那些信任你的人啊 你如果还真的骗他们的话 你的信用就没了 你又没有人敢相信你啊 那你做传直销有一个风险就是道德风险 就是我今天这个传直销公司如果不是自己开的 而是某一家传直销公司 你是不是一定要讲这家传直销公司的好话 否则你怎么会有下限 你一定是讲到多好多好多好嘛对不对 你才会有下限嘛 那好大家都相信你都进来了 我就吃过这种亏啊 大家都相信我都进来了 然后呢这家公司老板搞一些543有的没的 然后乱改制度干嘛的 那我的道德风险就是我当初跟人家说 这家公司多好多问 然后后来你怎么对他们交代 后来我就很不爽嘛 就是不干了 与其去promote别人的公司 不如去promote自己的公司 所以我自己成立公司 我自己卖自己的商品 自己对自己讲的话负责 如果我做的不好做的不对 被你骂我心甘情愿 我今天如果讲这家公司多好多好 然后后来这个老板没有履行承诺 我被你们下先骂我情何以堪 我超不爽的啊对不对 又不是我的错 所以后来为什么讨厌传直交 就是因为遇到这种鸟事 好啦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们创造出来的网页资料 是属于哪里的呢 是虚拟主席还是域名 你这个观念应该有点要导证 我们创造出来的网页资料是属于哪里的 wordpress它是一个软体 你在这个软体里面创建的所有资料 都在这个软体里面 这个软体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目录资料夹 一个目录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你创建东西都在里面 那wordpress它因为是你自驾网站 所以你可以把它备份下来 然后你说它是属于虚拟主机还是属于域名 它是属于你自己的 也就是说你将来想要搬家到别台虚拟主机 你可以把备份的资料还原到其他主机 我们有教你怎么还原 那域名呢 如果你当初买的域名 你没有每年都续租的话 你将来可不可以换域名 也可以 等于说你想要东山再起换另外一个网址 通常我们不会这样做 因为经营一个网站那个网址是你的品牌 所以通常网址我们不会去换掉 因为这跟SEO有关系 你网址存在越悠久 你的被搜寻的几率就越高 所以通常我们注册这个网址我们不会去换它 但是在技术上你真的要换是OK的 所以你要把它想成你创建出来的网页 那个资料就是你自己的一包资料夹 你可以去把它下载备份回来 上传到任何虚拟主机 你要搬家搬到哪边都可以 你要换网址也OK 这个都是技术问题 课程都是录制好的 如果中间有问题可以问 对对对 你看 你看我们这边有写 考量国外用户没有LINE 所以改用Facebook社团互动 其实我们之前1.0版都是用LINE的群组 然后直接在里面提问 因为LINE可以截图很方便 所以我们都会在 在那个你课程遇到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直接在群组里面提问发问 然后我回复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 一定可以问的 这个这个 这个是技术的东西 一定要 一定遇到一定会遇到问题 学生 学生经济条件 2万多块 可是你要想一个问题 这个是身材工具 比如说 你上大学4年 你去学贷 几十万 我都觉得有点不划算 可是这个2万多块的课程是 是我研究了好多年的心得 然后最重要的是 之后你还可以线上问问题 你要知道你出了社会之后 人家顾问都是一个小时几千块起跳的 可是你在线上问问题是不用钱的 可是你在线上问问题是不用钱的 所以这2万多块我觉得 你可以接按 也可以自己去卖产品 也可以去辅导别人 所以 问题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对自己的脑袋投资 就这样而已 存如说目前有一个网站 但不确定我该会报给别人还是自己做 我自己做的很简单 目前已经有一个网站 网站的这种东西 它本来就是有大有小 它主要是要看你的目的要做什么 例如说我跟你讲 有一些国外的大师 他的网站就只有两页 名单收集页 感谢页 为什么他只做两页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重点是着重在跟客户email沟通 所以他的名单收集页就是收集email email收集完就跳感谢页 就这样而已 他的感谢页就是 他的名单收集页就是在讲说 他主要提供什么服务 有兴趣的人就加他的名单 感谢页就是告诉他们 请确认你的email有收到我的信 中间的过程他就全部 每个礼拜一到两封电子邮件这样 可是他这个电子邮件是事先写好的 然后透过我们讲的这个 自动回复信任的系统 去自动发送 每个礼拜发一两封一两封一两封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已经事先写好了十几封信 那你一直在经营这些客户 这些客户是慢慢就对你有信任关系 越来越信任你 你之后想要卖东西的时候 你发个email人家就会买的 那最主要是这样使用的 所以你说做的很简单 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一页跟多页的主要差别 对 一页不代表你这个网站只能够有一页 而是说这个一页呢 它的上面并没有选单 最主要的目的是 如果有选单 会分散客户的注意力 如果没有选单 那访客从上面看到下面 你的call to action 就是你的行动呼吁的那一个按钮 是放在最下面 人家看完了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他是很专注的看完这一页 你告诉他要做什么 要点击这个按钮 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点的 这样他就会去点 可是如果你一般的网站 上面有很多什么 关于我们 部落格 然后什么 一些公司严格 什么什么什么 选单一堆 他就到处点 到处点 这个就是一页式网站 跟一般网站最大不同 那不代表说你这个网站只能够有一页 你这个网站可以有很多一页式的页面 只是每一个页面的网址不一样而已 比如说AA.com斜线000 AA.com斜线11 AA.com斜线22 这都是在同一个网站底下 可是有很多个不同的页面 这样了解吧 所以最主要差别就是 让客户访客集中注意力 把你这一页从头到尾看完 这个就是一页式网站的威力 那你的网站里面可不可以有官网 平常的那种很多选单 再加上ES网站 答案是可以啊 我给你开个 开个我弄的这个实际的 实际的这个网页是这样 比如说我的onepage 你看哦 我不是用tubeoww开头 我是用onepage www.info box.comment.tw 我这个网站 你看这么阳春 这是Wordpress预设版型 我都没有去动它 为什么 因为 你看这上面这有几个选单 然后你注意看哦 如果我的首页 我是要让它变成一个传统的网站 我就是维持这个样子 就是上面有别的选单 可是你看这个选单 我点了之后啊 会变成这样 斜线basic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不就是你们在注册的 注册的那一个网页吗 它就是一夜市网页啊 它就只有一个按钮 就是报名线上直播 有没有 我是不是在同一个网站 所以 我的初级课程里面就有讲 标准的网站做法 跟一夜市网站 它是可以并存的 是可以并存的 这样了解吗 你要给客户什么的网址 只是你自己的决定 比如说我要给你们的是 是这个斜线basic这个网址 那你们看到就没有 选单 上面没有选单 但是如果要给你们看的是 我的网站 网站的第一页就像这样 它上面就可以有很多个选单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官方网站 所以标准的官方网站里面 也可以有这种一夜市的网页 这是同时可以并存的 这样了解吧 好 还有没有 我还多出一个人 然后结束了 这问题不错 我一开始忽略掉了 因为我一直以为你们都知道 有很多 有很多观念我没有讲 有很多我自己觉得比较基本的观念 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我忘记了 可是我要讲那么多的话 就真的要讲 可能这一场要讲三个钟后 不过这样不错 我可以把它剪接进去 老师你住哪 我住桃园 桃园桃园 有吗 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你很帅我想多看你一眼 好了 我要关直播了 OK 我明天再把这个影片简介一下 OK 各位晚安 拜拜 拜拜